只不过问题出在哪呢 如果你是以高考为目标的话 那么这个课其实对你来讲价值并没有那么的大 原因是在于因为很多知识 你可能这次两个月学完了 你得再过一年以上才能再次和这个知识相遇 那你是不是已经彻底的把它忘掉了 那么咱们都是有一个记忆规律的 所以推荐大家我们要想学好这门课 要怎么办呢 记好笔记 这是第一条一定要好好的把笔记记好 笔记要记什么 不是光是老师的版书 也包括老师所说的需要注意的一些小东西 尤其要记的是什么 是老师说的一个东西的理解 和你当时头脑里想的东西不一样 你要把这些不一样的东西记下来 然后课后呢思考一下 为什么是不一样的 是老师错了还是你错了 还是说这一个东西有多种理解方式 那么你把这些不一样多去思索 多去总结 那你的这个成绩一定会提高的特别快 然后第二条就是要看笔记 哎那么很多同学都心里清楚 你们初中肯定记过大量的笔记 但是你究竟看过多少 那么这个心里应该是有数的是吧 那么记笔记和看笔记相比 还是看笔记更为重要一些 对不对 而且看笔记一定要看自己记的这些笔记 别人记的笔记 别人怎么想的 你永远是不知道的 一定要自己亲自去记住这些问题 好吧 那么课前主要是跟大家说这么一点点东西 那么希望大家能做好一个心态的准备 那么毕竟三十四课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需要大家这个要有足够的这个精神啊 要有足够的这个毅力 要完成这场战斗啊 哎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的物理课程 那么在进入物理课堂之前 还要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是物理 什么是物理 那么我们初中大家都学了两年物理了 对不对 学了两年物理 那究竟什么是物理呢 什么是物理 物理其实是万物之理 我们世间能看到的一切啊 大家能接触到的一切 几乎都可以用物理来解释 那这是第一条 物理是万物之理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物理更是从物到里 这个也是我们物理学家干的事情 能理解吗 物理学家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通过自然现象 总结这万事万物 所满足的背后的规律 抽象出来之后 然后把它们总结成原理 然后再用这些原理去解决问题 而我们的高考停留在什么层面呢 高考90%以上的内容都停留在利用原理去解决问题这一块 而另外的10%是不是就停留在前面啊 而且现在的高考有一个趋势 那就是逐渐的把重心往前移 因为高考发现什么 我们现在训练出来这些孩子就狂会做题 然后上了大学之后 大学老师都不想要 说你光会做题 不会干事 都不会思考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重心在往前移什么呢 大家要多去思考 我是由万 如何由万事万物能总结出这些原理 这一原理背后究竟有哪些共性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是将来 无论你做科研 搞工程 还是说你研究数学 搞应用 各个方面的话 都会离不开这些的思想的训练 所以这才是我们学习物理的本质目的 那么从物道理究竟经历的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进行大量的抽象 因为现实世界是如此的复杂 我是不可能直接去描述的 对不对 那你说你们在描述我这个人的时候 如果你要回去跟你的父母说 今天有一个物理老师长得特别帅 然后你接下来说怎么长得帅 你说就得开始描述了 你在描述长得帅这个物理量的时候 你需要设定什么样的参数呢 什么样的参数 说的身高特别高 有高达一米七 是不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就得通过一个量化 去描述你所要描述的物理量 所以这个地方抽象的话 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叫做物理量 什么叫做物理量啊 就是一些可明确量化的东西 这是我们初中物理和高中物理的一个本质的区别之一 就是到了高中 很多的东西都要量化的去分析 都要用准确的数量 然后去研究他这个理念 所背后蕴含的道理是什么 但是呢 还还继续回来说这个啊 孙鹏老师特别的帅 是吧 那他这个特别的帅 然后他是身高高达一米七 然后别的呢 那你描述孙鹏老师还有什么东西呢 然后你接下来是不是要描述他的某些特征 能理解吗 比如说孙鹏老师讲课非常的活泼 像小白兔一样 你可以这么讲 那你这样讲的话 是不是拿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去做这么一个比较 对不对 那你说的这个小白兔 可能他具有的这个属性 可能是比我这个人具有的属性要少一些 但是在我描述的这个层面上 他俩是不是可以等价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物理学家头脑心头脑里心里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小白兔 那这些小白兔就是物理学家所说的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都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 物理学家看福明侠和郭金晶跳水 是什么样子呢 他不是看到了一个大美女 然后穿着泳装 然后从很高的地方翻了几周掉下来 他看到的不是这个 物理学家看到的就是一堆杆棍球 有质量 以一定的出速度平抛 是吗 然后加下来 能理解吗 这就是物理学家所看到的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抽象成了杆棍球之后 他的运动是不是就很容易算了 算了之后我就能得出非常有用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跳水下面那个水池子 水至少要有多深 这都是物理学家算出来的至少要有五米 如果只有两米的话 那就不一定是什么样子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从物道理的过程中 大家要注意的是 我们学习的任何一块知识 你都要注意 物理学家抽象出了哪些模型 每一个模型通过哪些物理量去定量的描述 这是我们在思考任何一个物理问题的时候 都必须着重思考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 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总结到原理了 是吧 总结到原理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的去应用 但是呢 大家注意啊 物理就是在这个地方和数学彻底的划清了界限 为什么呢 数学只要得到原理 只要我证明出了一个定理 我的工作是不是就完成了 对吧 这是数学和物理的一个本质区别 因为物理学家必须要做到这样一点 就叫做从理到物 那么从理到物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就是说我所总结出的原理 必须撤